网络攻击天然气管道 泄露刘海平设计敲诈苹果公司 罪壳祸首落网 IT之家 11月9日消息 美国司法部今天宣布 已经逮捕了乌克兰人 Earth of Wessensley 他参与了对美国企业和政府实体 实施勒索软件攻击的wego组织 wego在4月从苹果供应商广达电脑窃取了 14和16英寸Michael Cooper机型的设计原理图 这些机型后来在10月发布 wego继续进行其非法活动 并在5月负责对Colonial Pipeline进行网络攻击 造成美国东海岸的天然气短缺 他在波兰被捕 正在等待被引渡到美国 随着Wessensley的被捕 司法部扣押了Yepney Paulinen收到的610万美元 他也参与了wego 并负责对多个受害者进行攻击 IT之家了解到 Wessensley和Paulinen都被指控密谋实施 与计算机有关的欺诈和相关活动 互怀受保护计算机的实质性罪名 以及密谋实施洗钱 如果被定罪 Wessensley将命临最高115年的监禁 而Paulinen的可能命临最高145年的监禁 虽然Wessensley被拘留 但Paulinen尚未被捕 据信他在国外 10月路透社报道 多个政府机构联手黑掉了wego 并将其用于泄露被盗文件的快乐博客网站下线 不妨博客网站下线